雙人床的那種 他好像在逃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逃的時候 我要找鞋子找手機 然後他在那邊捲那個被子 哈囉各位各位帶你們大家好 我是財皮 好那今天是一個聊天系列 那一邊來回放一下 昨天的一些精彩對戰 這是木男杯 可以當其實最近成績都還難不錯 但是我至少都有13星 然後呢 在前天有打一個15星滿星 對MSE Esports MSE Esports就是以前的MCE S 好那我們因為那個有直播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放的是 昨天木男杯打出來的14星 最近其實都打得還蠻不錯的 好這場呢 我也是打女武神 嘗試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我覺得有點難控制的配兵 就是配了閃陣 這閃陣等一下你們用看的 這樣也不是來解說 我覺得稍微有點難控制 然後呢 我這場做一個小失誤 就是我這邊丟了一個攻守 然後這我的哥布林 不是我哥布林引出來的骷髏 去找了攻守 這浪費了我蠻多時間的 這是一個小失誤這樣 好要聊什麼了 聊在MSE Esports 我們是火焰杯嘛 那不是我們都 這個火焰杯是有鏡頭的 現在有鏡頭的有幾個比賽 母雞杯火焰杯 然後還有市井賽打到 比較後面也會有這個鏡頭這樣 當然還有那個我跟阿妍去參加的 花式額對額內也是有鏡頭的 好除此之外目前都還沒有其他有鏡頭 不過剛好就在火焰杯這個有鏡頭的比賽中呢 我們發生了地震嘛 這個就讓我覺得超級好 就是這個比賽呢 也讓我們一直以來都會去開玩笑說 萬一你打不到一半地震了怎麼辦 我們會開玩笑去假設這些情況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就真的發生 而且他還是有開鏡頭的 那情況這樣 我們幾個成員嘛對不對 我單單MIDI TED跟那個 這場行假幹沒打Bruce Bruce住哪裡我不知道 單單是住南部高雄 然後我是住台北 可是我當時人在花蓮 對我在花蓮去玩 超慘 然後呢 我跟Bruce已經打完了 然後Ted也打完了 Ted應該是在台中 那結果就換單單 結果單單下一個 我看他打的時候 我後來還去看回放 他感覺還蠻正常的 所以他那邊應該是沒有到很晃 所以那還好 那萬一如果是我下一工那怎麼辦呢 如果是我下一工 然後結果我那邊已經超正了 我那邊誇張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後來才去看回放 然後我知道烏龜還在現場 喊我說安全嗎 有沒有事啊這樣子 然後我都沒回應 然後搞得他很緊張 他還私訊我 然後感謝烏龜的關心 真的一邊直播還一邊關心我有沒有事 那後來是我那邊還真的有一點危險 說真的我覺得有一點危險 那個太晃 晃到就是那個牆壁已經有點要斷裂的聲音了 我當時在旅館 我就去玩嘛 我當時在旅館 我才住三樓而已 那牆壁已經有點 這樣子這種奇怪的聲音了 然後我那時候不是兩波魚震嗎 第一波的時候我就哇靠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就先就是想說 當時我還在想說這個是怎麼辦 就因為比賽還打一半 但還好我打完了 後來第二次的時候我想清楚了 我要逃命 我才不管比賽 然後我就跟語音的大家說 欸我這邊正蠻大的 那你們注意時間喔 我還跟他們講注意時間 我逃了 兄弟們我逃了 這沒辦法 我以為我也不知道他們情況 那我問他們說如何 然後他們是說還好 我聽到有人說還好 我說那你們注意時間喔 正負五十九秒 我先走了 我就走 超好笑 然後我就逃下去了嘛對不對 真的不是我在誇張講 我下去之後 因為我是住旅館 我住花蓮的旅館 我住傑斯旅 順便旅遊資訊分享一下 花蓮傑斯旅跟旁邊有一個叫做 精湛城旅的 這兩家的CP值 我覺得精湛城旅比較好 兩家價錢其實沒差幾百塊 但是精湛城旅我個人真的感覺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精湛城旅 包含了房間裡面的整體的感覺 然後傑斯旅的 就是稍微的感覺 就是你住進去就覺得比較擁擠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設備的問題這樣子 我個人比較喜歡精湛城旅 好 那我住傑斯旅 我現在住傑斯旅 然後我們逃到一樓嘛 就逃到一樓之後呢 有人啊是只穿內褲跑出來的 你就知道當時有震多大 就是他連穿褲子的時間都沒有 就趕快跑出來了 他也決定逃命了 他連褲子都沒穿 我是怎樣呢 我是沒穿鞋子 可是我有拿著鞋子 就是我來不及穿鞋子 就是我拿著鞋子 而且我還幫我女朋友一起拿著鞋子 兩個人一起跑出來了 所以我身上的東西只有手機兩雙鞋子 然後還有房卡 我超級聰明 我真的很佩服自己的危機處理 因為房卡如果沒有拿 你門關起來之後你就進不去了嘛 那我半夜我也不希望就是被卡在外面 所以我就是 我帶了手機房卡 然後還有兩雙鞋子 然後更好笑的是 你知道我女朋友帶什麼東西嗎 我女朋友他帶了兩 這個單位是什麼呢 兩支枕頭 兩顆枕頭 兩顆枕頭 他拿了兩顆枕頭 然後就跑到一樓了 他拿了兩顆枕頭跑到一樓 他人在旁邊 我真的超好笑 那第一 因為當時因為真的晃很大 然後我一開始我還想說 拿兩顆枕頭也還蠻聰明的 因為他也許怕東西掉下來 你知道嗎 但他當時 他逃命的時候 我真的要吐槽一下 他當時逃命怎麼逃你知道嗎 他搖太大之後他很緊張 然後他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說好可怕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他閉著眼睛 然後他一直往旁邊爬 結果他往哪裡爬呢 他往牆壁那個有冰箱啊 有保險箱啊 有書的那個牆壁去 我說你不要去那邊 他說很可怕 他一直往那邊爬 可是他一直去那邊 然後就那邊才是會被砸到東西的 因為那邊有保險箱 有書啊 有冰箱什麼的 我在這邊的牆壁是安全的 我叫他過來他不過來 然後閉著眼睛 拿著兩顆枕頭在那邊爬 後來我們兩個人就戴著兩顆枕頭 兩雙鞋子一個手機跟我的房卡 跑到一樓這樣 我們已經比其他人好了 其他人是還有沒穿褲子的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在那邊用手機 問一下Bruce說 欸目前狀況如何 他說喔怎樣這樣 然後單單要打三星了什麼的 我其實那時候根本就不care 單單打三星 然後後來就回來 然後回來 結果就打打 後來我有跟烏龜回報一下說 我們這邊安全了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經歷 也讓我認真思考一下 萬一打錦標賽的時候地震了 我會怎麼做 我其實不太清楚欸 如果是錦標賽 一百萬 不是一百萬 這個是多少錢 五十萬美金 中獎金一百萬嗎 冠軍是五十萬 五十萬美金 五十萬美金 然後打到決賽好了 然後地震那怎麼辦 要拚嗎 五十萬欸 呵呵 呵呵呵 好先打進去門票再說嘛 這個先不用去思考這些 那一般的比賽我應該是會逃吧 應該會逃 應該會至少帶著平板逃吧 可能就帶著平板逃 那看看能不能就是邊搖 把這個三星給打下來這樣 呵呵 我覺得蠻酷的 好然後呢 接下來那個整個播完之後 整個播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 我跟烏龜講晚安 然後跟那個同伴們就講晚安的 然後那天晚上還有幾次餘症 大家如果印象有深刻的話 好 而且那個時候在花蓮還是感覺很大很大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嚇壞了 我們真的嚇壞了 所以那時候餘症的時候 我也逃出去了 好重點來了 那我第一次我女朋友 戴了兩顆枕頭 我戴了 我戴了兩雙鞋子 第二次他戴了什麼東西呢 第二次呢 我就戴了我的眼鏡 因為當時睡覺的時候 眼鏡只有戴著 拿著出去 然後手機房卡還是有鞋子 我戴了這些 那我女朋友戴了什麼東西 我的朋友呢 他戴了 那個 一整個 一整條的 我每次都不知道單位什麼 一整條的 被子 是那種旅館的那種雙人床的被子 他把被子帶上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戴被子 我要問他為什麼你要戴這個 他沒有拿鞋子 然後他沒有拿手機 他有 他有戴他的眼鏡 那因為他是沒有帶 他是沒有把眼鏡拿下來睡覺 因為他很害怕 我也是穿著褲子睡覺的 我們就是隨時準備要逃命 但是結果他是拿了他的 整條被子 雙人床的那種 他好像在逃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逃的時候 我要找鞋子 找手機 然後他在那邊 捲那個被子 他捲了被子 然後結果我們兩個一起逃命 所以我們逃出去之後呢 他帶了棉被 然後我帶了鞋子跟手機 我已經決定了 如果你們有沒有玩過那種 末日生存遊戲 你會跟朋友討論 如果今天殭屍病毒爆發了 你希望跟誰一對 就是你希望你身邊有誰是活下來 跟你一起前進的 我女朋友已經不在我的名單裡面了 他會害他會害大家被咬死的 這代 絕對不跟他 我我會 如果真的是殭屍病毒的話 因為如果你活 如果你是負戰力的話 你就會變殭屍嘛 我會這個好心送他上路 然後把他火葬 不會讓他變殭屍 我會負責 呵呵 這個真的是蠻特別的經歷 我覺得就很好笑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這一次啊 這一次我們 火焰杯晉級 火焰杯晉級其實也是真的蠻 老實說我在戰前 我跟烏龜分析有 我覺得我們會輸 為什麼 MSE Sport 他們是 他們是怎麼樣狀況呢 他們已經拿到了門票了 就是我所謂門票是 Castle Cup的這個官方 警備要賽的門票 他們上一週已經拿到門票了 那上一週其實 強隊拿門票的很少 就是MSE Sport 跟AZ 兩個強隊 其他的其實大家都通常 大概都不認識 大家都真的都不認識 那很多強隊都沒有拿到 像ATN啊 Queen Walker啊 Queen Walker被蟑鳥打掉 大家應該知道 會蟑鳥超強的 把蟑鳥打掉 但最後面很可惜自己也沒拿 所以Queen Walker沒拿到 ATN也沒拿到 很多強隊都沒拿到 但是MSE MSE Sport 他們是有拿到門票的 所以他們是有拿到門票 那我那時候是覺得說 他們應該就可以 專心的準備證等等的 我們還要藏證 我們那天沒有把最好的證拿出來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門票 這樣打 所以我們還要藏證 然後他們不用 所以我當時分析是覺得 他們蠻佔優勢的 本來覺得說不好打 結果沒想到我們打一個滿心 在地震的情況 只想打一個滿心 把他們打掉了 也是真的打不錯 然後其實各界的回想都很好 很多人過來跟茶廳說恭喜 第一個MSE S 真的是很強很強的隊伍 然後再來是 這也是火焰杯比較後面的 打贏這場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鎖定了 至少有第四名 至少第四名 然後我們還可以拼第一名 第四名就有1500的寶石 也就是我們那天晚上 就全部人都賺了1500個寶石 至少 那MSE S 他們就沒有拿到這1500寶石 就直接輸掉回家 這樣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再來一個 再一個也是變得很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插聽電視 那天晚上就是因為大家很嗨 因為火焰杯有那個 所以大家接下來就是 在這邊跳插聽電視這樣 然後我也看 國外的主播們都蠻喜歡的 就是插聽很有趣 他們覺得插聽很有趣 大家都在跳插聽電視 也是希望這個東西可以傳承下去 第一個這個插聽電視 就是不是有任何對對手不敬的意味 我們就是說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 像我們之前打誰 我們之前打TT的時候 對手他們三星的時候 他們也跳插聽電視 我們也跟他一起跳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開心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大家真的都能夠享受這個 我們希望把這個怎麼講 正面的氣氛給他帶出去 那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去 這個插聽電視能夠多多傳出去 不管是各大主播各大戰隊 如果大家一起玩 那一定很好玩這樣 好啦那今天就聊一聊 就主要是聊這個地震打比賽經驗 真的是太特別了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